好 那以酸味的药来收一鼓发 如果我们一般热很盛的时候 热太过的时候 我们流汗 汗流不止 汗流不止 那汗流不止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把汗收敛回来 酸味的药就是收敛 这个酸味的药来收敛 用的地方非常多 有的人呢 老师这个为什么 他实际上眼睛闭不起来 你就要想这个开在那边 要合 叫酸味的药 这个大小便失经 大便失经的 要不要合 要收嘛 这是酸味的药 所以我们后面介绍了 本草的时候 哪些是酸味的药 有收敛的效果呢 都会特别给各位提出来 好 在这里你就知道 酸味的药性是收敛的意思 用苦味的药来发 好 病在里面 如果需要发散出来的时候 我们用苦味的药 湿 如果湿 湿 遇到病人是湿症的时候 在身体里面过湿的人呢 我们怎么这样把湿排出来 苦味的药能够造 对不对 前面介绍了 苦味的药能够造 好 然后呢 好 这个 苦味的药还有温 好 药性是温的 肥皂片